以下為8801使用功能說明 1 首先我們先介紹測試器上各項按鈕說明 電源開關 BNC RJ45開關 測試鍵 顯示器 2 LED功能說明 綠色LED顯示第幾對線 紅色LED則顯示長度 點由左至右 第一個綠點顯示短路 第二個紅點顯示無意義 第三個紅點顯示小數點 第四個紅點顯示 Power on 3 8801操作功能說明 1 當開機時程式會先初始化約4秒 顯示器顯示 8888 待初始化完成 顯示器會亮右下角紅點 第四個紅點 2 RJ45測試方式 將BNC RJ45開關撥至RJ45 待測線接上測試器 另一端保持開錄 輕壓測試鍵 即顯示測試長度 並得知待測線是否短路 如需顯示各隊長度 可按壓測試鍵0.5秒 完成功能判讀後 放開 3 則顯示第一隊待測線狀態 接著 重複剛才動作 可依序得知 2到4隊待測線狀態 3 BNC RJ59測試方式 先將BNC RJ45開關撥至BNC 再將待測線 接上測試器 另一端保持開錄 輕壓測試鍵 即顯示測試長度 並得知 待測線是否短路 BNC RJ59發炮線測試方式 先將BNC RJ45開關撥至BNC 再將待測線 接上測試器 另外一端保持開錄 按壓測試鍵 1.5秒做功能判讀掃描 1.5秒 代測線最右邊紅點時 即放開測試鍵 此時 顯示現場與狀態 5 RJ45短路測試 測試方式 同RJ45 測試流程 當代測線 中間有短路發生時 7段顯示器 第一位數會顯示 綠點 表示代測線發生短路 可進一步按壓 測試鍵 0.5秒 查看第幾對線 在 多少長度 發生短路 5 6 BNC短路測試 測試方式同 BNC測試流程 當代測線 中間有短路發生時 7段顯示器 第一位數會 顯示綠點 表示代測線發生短路 7 Faceback定義線量測 若要量測Faceback定義線 需先舉一條代測線長度 10公尺 之後長壓測試鍵 使紅點依序亮起後 再依序熄滅 等待紅點全部熄滅後 再放開測試鍵 此時測試器將以 10公尺 為長度做校正 顯示器會顯示 10公尺 省電功能說明 1 測試器在未操作 5秒後 畫面會自動關閉 待 再次按壓測試鍵後 方可恢復顯示 2 測試器在未操作 30秒 將進入 省電模式 待 再次按壓測試鍵後 方可恢復顯示 3 本測試器雖具有省電功能 但因能會消耗電池電力 為了節省電源 不使用時請將 Power切至 off位置 4 4 注意 請勿在 插電的網路狀態下 測試 以免損壞本測試器 以上 為8801使用功能說明 可恢復 要請 測試器雖然